好各位四伯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再讲的内容 那么这是我们CCNA系列课程的第二次课 我们在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OSI气层模型 等于说是为大家这个网络工程这一块的一些基础 就是开了一个小头 那么我们也说了一个 对于在我们通信世界当中 我们的一个这个通信的节点 或者是说一个系统 都可以使用或者说一个通信的过程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OSI气层参考模型 来对比来分析我们整个的一个信息通信过程 我们也详细的阐述了 整个OSI气层模型每一个层次 它负责了相应的这个功能 以及各个层次之间的一个配合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也通过了一个例子 来帮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如何使用我们的OSI气层模型 来参考整个的通信过程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从上一次课学习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网络工程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那么首先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了网络的概念 那么所谓的网络呢 就是我们说了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一个平台 那么这个基础平台的话呢 是由各种类型的网络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路由器 交换机 防火墙 这个语音设备 无线设备等等 许许多多这样的设备 来经过我们的网络工程师 根据客户的现场的这个需求 根据客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成本呢 类似一些这样的因素 我们最终制定出来一个实施方案 并且把实施方案落地 实施 最终的话呢 形成来了一个这样的这种 这个整体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这个平台之上的话呢 我们的客户 他的各种类型的业务 可以在平台之上去运行 比如说企业的一些 这个办公的流量 企业的一些内部的系统 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互房 然后再比如说银行系统 全国联网 再比如说政府 他的一些这种电子 是政务类的一些业务 银行 那个这个医疗 一个医院啊 覆盖整个这个医院的网络 像一些什么 叫号啊 查号系统啊 这个病房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电子系统啊等等 那么像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 那么其实综合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一点这个网络啊 跟我们之前所认知的那个网络工程的概念不一样的啊 因为可能在学习咱们这个课程之前 很多人会认为 哎这个网络啊 是不是指的这个网站开发或者是说这个编程的啊或者是说这个做布线的等等啊 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啊包括这个我们说网络以及网络工程的概念啊希望大家有个认识 那么其实对于网络和网络工程的重要性我们也这个做了一个阐述 其实应该来说的话呢 大家也有所认识啊毕竟咱们学习这个课程的对吧 那么对于网络工程对于我们现在整个行业啊 或者是说甚至是我们的生活应该说起到的改变大家都是这个有目共睹的啊 并且在未来啊随着这个你看无线网络语音以及相关的这个安全应用的普及啊 所以未来的网络工程这个行业的这个空间啊 以及带给我们来的一个这个发展空间肯定是在越来越大的啊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对于一个网络工程师对一个网络工程师的这个认知啊 大家也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啊 那么在过去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说大家会认为一个网络工程师啊 就是这个啊啊专门做机房的或者说有人认为是做监控的啊 啊搞网吧的做网管的啊 那么希望大家在听过了咱们这一系列课程之后的话呢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那么我们这里所指的网络工程师呢指的是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 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能够应付各种不同类型的复杂的网络结构 并且啊能够这个根据客户的各种类型的需求啊提供自己的解决方案 并且把实施方案落地了啊为客户建设一个这种可靠的安全的啊 啊冗余的这样一种健壮的网络的啊这种人人才叫做网络工程师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年代呢可能作为一个网络工程师 你可能考课是一生AMP你就了不起了对吧 那么这个只要你技术过关你就是一个你可能拿的高薪 这个啊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 但是在现在在当今这个行业你单纯的有证书或者说单纯的有技术 绝对绝对不能保证你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份可靠我有一份这个可观的薪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现在这个行业像技术服务行业在转型 所以现在我们再说一个所谓的这个人才两个字我们指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这种元素啊 我们前面列举过的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数字那再比如说一些职业的技能啊像还有一些这种像行业的知识啊 这个职业的素养沟通啊这个表达问题处理事物的推进对吧项目的管理那么一些工具的使用啊一些这个行业的规范啊等等等等 应该说都应该在集成在我们这个网络工程师这个角色当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从一个项目一个真正的项目他走从走商务流程开始哈这个项目下单以后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事后的概念下单以后的一系列事情包括这个设备到到这个到达客户现场之后呢 一些相关的事物的推动啊现场环境的勘察在客户现场召开项目协调会啊 啊纠集项目的相关的干系人啊分配项目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角色以及制定项目的这个实施方案 即实施进度等等啊推动项目不断的往前去走并且把控项目的成本啊和风险对吧项目的质量等等 那么一层一层的往下最终把这个把项目实施方案落地啊把这个整个网络平台搭进起来啊 并且还有后续的一些维护啊排错对于客户进行这个进行实施后的培训啊 啊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实施材料的这种输出啊专业的这种文档 比如说专业的trop图啊专业的这种实施报告啊等等对吧 当然还有很多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伴随着很多的一些软性东西 比如说这个沟通对吧比如说这个管理啊啊像项目这块的管理啊成本的管控啊 这个时间对吧这个项目这块的这个时间啊计划一些推进呢 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在邮件这块啊对于邮件因为每天的话呢你在你在外边工作 那么作为你所属的公司或者说你所属的这个厂商来说 那么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项目经理啊都需要知道整个项目的一些进展 那么这个时候包括什么包括你跟集成商之间跟客户之间做的一些接口和反馈的动作 那么都需要可能都需要一些这个文字性的东西来进行一些叙述或者进行一些呈现的工作 包括你的一些工作的价值等等所以这个时候邮件就作为我们工作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更会强调一个工程师他的邮件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呈现的一些技巧和技能等等 甚至是礼仪对吧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说一些规范上东西啊行业上的一些知识和事业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东西的话呢都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理解和沉定下来的对吧 那么当然的话呢我个人也是很希望在我们这个啊像授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些东西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课程当中去 CCA的课程和CCMP以及我们的这个不看不实战类的啊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 不断的可以给大家去传递一些这样的意识 让帮助大家更快的融入融入这样的一个这种角色和行业当中去 好那么前面可能说了比较多这一方面东西 那么主要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建立起这样一个认知 不管是我们通过视频来学习也好还是平时在我们四伯的平台去学习的同学 我都希望大家树立起来这样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做paper啊 绝对不能指甘于做paper也就是说不是不能绝对不能为了证书而去学习 一定是为了自己的自己在将来在这个职场上的一个位置去考虑这个事情 好那么上一次课的话呢我们刚才讲学了OSI气层模型 大家应该说从OSI气层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模型本身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 因为它其实融合了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多技术多厂商多协议的这样一些元素 主要是为了考虑就是说这个像兼容性啊向后也向前向后的兼容性啊等等 那么其实从侧面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模型本身呢 它应该来说过于的繁琐和过于的庞大 那么其实很多的一些层次完全可以进行整合啊可以合二为一的 那么再有一些这个呃有一些协议的话呢可能随着年代的一些这个或者年代的一些推进 或者说技术的一些革新那慢慢会被淘汰掉那么最终的话呢就显得OSI这个模型变得比相对来说比较的庞大和这个繁荣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当基于当时这个呃时代的一个背景之下啊像美国的这个政府可能像美国国防部我们这边一块的提出一来一个这种需求 那么这个需求早些呢可能是为了应付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环境啊是愿于军事用途的 那么就希望这个DOD啊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话呢就希望设计出来一个这种模型能够适应一个比较残酷的或者比较坚比较这个艰苦的一个环境 下了一个这种网络通信 那么提出来一个这样的这种模型这个模型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啊应该说是我们在我们OSI系统模型之上啊有演变过来的一个东西啊也是一个参考模型 只不过呢这个参考模型其实跟OSI系统模型有很多对应的一个一个关系也有很多些这个协议是有相挂钩的只不过这个模型的啊是啊像美国国防部啊定义的一个这种啊应该说美国国防部提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但可能不是他做的 那么这个模型也是早期的我们现在啊非常流行啊应该说全球最大的一个广域网英特网的一个核心了啊所以演变到最后的话呢就是internet啊现在的一个核心 那么其他早期是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这个网络啊这个网络就是基于我们的TCPIP啊所以TCPIP的话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经常把它这个我们经常把它称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称为TCPIP的协议处写的时候这么写的对吧TCP-IP但是呢我们叫它是叫什么叫做协议级或者说叫什么协议处对吧 那么可以从字面上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什么是代表了一系列的协议或者代表了整个是一个框架框架里面可能填充了很多各种类型的协议 那么每种协议的话呢可能是为了实现不同的需求对吧那么单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协议一个是TCP一个是IP对吧 所以我们取这两个协议呢给他定给他做了一个命名叫做TCPIP那么他的另外这个TCPIP的话呢是一个协议处嘛那么对应的这个模型叫做DOD啊 DOD参考模型跟我们OSI系统模型其实很类似的很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知识点一个是TCPIP的概述还有一个是VSM可变成指望野马啊 那么来看一下OSI系统模型跟我们这个DOD模型的对应关系那么DOD的话呢我们传统的理解是把它理解成为四个层面 然后四个层 所以看到他其实把散伤成这个OSI这个OSI系统模型的散伤成合二为一对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叫应用层应用层对吧 那么像传输层的话呢我们把定义为主机到主机层啊在DOD模型当中是主机到主机层而网络层呢是英特网层啊英特网层 然后数据电路层和物理层合二为一变成网络接入层啊网络接入层 所以这是OSI系统模型跟我们的DOD模型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到DOD模型它首先经济很多对吧经济很多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其实OSI系统模型当中很多一些很多的一些像比如说是这个表示层 对于数据进行这个标准化的编码啊甚至是加密和压缩等等绘画层的话呢是在系统内部啊去区分不同的应用层的绘画对吧啊像其实这几个层面上的一些功能都可以进行一些整合的啊像还有这个数据电路层和应用层也可以进行整合对吧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个压缩最后的话呢变成四个层层的时候我们的DOD模型啊DOD模型啊 所以其实这个像相关的这个概念的话呢我们也前面也说过了它是由一组不同功能的协议组合在一起构建而成的协议处对吧啊 那么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啊DOD模型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协议应该来说其实有没有许多协议啊我们在上一次课呢也有跟大家有涉及到啊有涉及到啊 那么我们在这讲内容当中像一些常见的协议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阐述那么也不排除在听这个课程当中有些同学的话呢可能在网络这一块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我们尽量的把这个东西讲的通俗一懂和讲的更贴切我们歇时生活一点啊一点 那应用程呢毫无疑问啊就是像我们这个一些应用的一些接口啊我们前面说过了像很多比如说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啊应用啊比如说我们的web啊用这个浏览器去访问我们的网页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用的一款浏览器比如说我用的是谷歌啊这个谷歌浏览器那么有同学可能用的是IE或者是其他类型的浏览器对吧那么这个叫做应用程序对吧应用程序但是不管你是哪种应用程序啊 你用web服务的时候其实都在底层用的是一个http的接口明白啊这是一个啊应用程序的协议这个才是应用程序的协议而你这个呢只不过是软件而已也就是基于http协议啊你只要是你有技术实力你都可以开发出来比如腾讯有可能平行的这个浏览器对吧那么360有360浏览器对不对那么这个只是软件而已那么但是这个软件底层的话呢都是这个http协议而http本身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应用程序的协议明白 就是超文本传输协议理解这个 那么所以呢大家只要认识到一点应用程序定义的啊就是啊不同不同的这种面向应用的一种接口啊你比如说Telnet啊Telnet有了Telnet这种应用标准的那么你就可以什么你就可以对网络设备或者是对于主机啊可以去远程登录过来啊远程登录过来进行操控操控啊只要你呢 只要你们之间网络是可达的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啊Telnet啊这个进行远程的登录那么像咱们在四伯我们用机架做实验的时候那么就是使用Telnet的方式啊或者是在你作为一个网络的管理员你去管理你整个网络的时候因为你的网络你的设备一定是分散在分散在这个地底上啊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的 那么你不可能这个拿着线一台的设备去管理吧对不对那么你一定是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把用Telnet登上去这是Telnet FTP的话呢是文件传输协议啊那么这种相信大家应该来说平时啊都有用到啊都用到的 那么 像这种类型的一些工具呢应该说 这个我相信大家日常日常都有用到比如说你通过这个 FTP软件那么你就可以像网络上的一些这个啊 我们的一些啊 这个 FTP站点去传输啊去传输文件啊 去上传或者是去下载文件啊对吧 那么可能 在远端 有一台FTP服务器放在网络上别放在公网上面那我们就用个客户端 来进行 这个文件的散传和下载啊 这是FTP的这个 当然他顶层的话呢就是一个FTP的借口应该 像还有TFTP TFTP这个 TFTP应用 那么这个程序的话呢是用来一般是用来像一些 比较 体积比较小的文件 那比较简单的文件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文件的传输 像我们经常在向我们的网络设备去更新 比如说配置脚本或者说更新这个我们的IOS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用了这个TFTP的这个 应用 SNMP 网络设备的一个简单的管理管理协议 通过这个协议呢 你可以 去向网络单中部署 服务器 从而通过服务器来对我们网络设备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做一些收集或者说对网络设备做一些管理 现在 基于这个SNMP呢开发出来很多的 优秀的网络管理软件 那么 像一些这个软件的话呢甚至可以动态的去发现网络的一个TOP 并且动态的感受到网络的一些TOP结构的变化 比如说可以做到 你可能全网有好几的好几百台三千台设备 那么网络管理员可能舒舒服服的在 这个这个办公室里面策略空调 那么可能 某一台核心设备的一个端口 如果出现 故障的话呢 那么可能这个 这个这个 会 这个网络软件发一条短信 给我们的网络管理员 说这个网络出现故障 是哪个端口 那台设备的 哪个端口对吧 那么这个是基于SNMP协议 那像还有很多些其他类型的协议了 我们后面再来讲 后面再来讲 那么主机到主机层网络这个英特网 英特网层 还有这个网络接触层我们后面再一一给大家做介绍 那么其实应用层的话呢 我们再次强调应用层所定义的就是一些 这个 应用程序的一些接口啊 一些接口 那么当然这些接口的话呢 在在我们的这个主机到主机层的话呢 都有定义相应的这个 端口 或者相应的这种 这个 协议号 来进行对应的 那么端口号的概念我们待会再来说 像这个HDP我们刚刚介绍了Tenet FTP都介绍过了对吧 那么这两个是邮件的一些协议 邮件的协议 那么TFTP 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提供一个简单的文件传输服务 所以这是应用层 那么 主机到主机层呢 主机到主机层其实跟我们OSI系层模型那个是很类似的 那么主机到主机层主要是 提供一个端到端的连接 那你比如说这个两台PC之间 那么他要做信息的传这个做文件传输的消息的互访 消息的传输的时候 那么需要在 这个PC和P之间的话呢保持一个连接 那么这里有两种两种代表性的协议 TCP 和UDP UDP 那么TCP协议的话呢是 面向连接的 这里面向连接什么概念 面向连接指的就是 一个可靠的连接 那么就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打电话 你说A跟B两个空学 那么他打电话 那么首先是我拨号对吧 然后过去了 那么对方的话呢电话机响了 电话机响了以后他要按这个接通键 然后呢这个 这个通话才会建立起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俩就可以进行实时的一个 通信 明白 那么如果我这边 我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键 电话接听键 我不按的话呢 或者是我直接挂断的话呢 那么这个线是建立不起来的 对吧 这个通话建立不起来的 明白 比如说可能我有事 我这个键我没按 或者说直接挂断掉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像这种类型的连接 那么他就是一个 面向连接的 这种网络传输 或者说他是一个可靠的 是一个可靠的传输 因为肯定如果这边 我是在线的 我们之间才能够进行一个 信息的互访 对不对 那么这种连接呢 一般情况下 是应用你一些 对于这个可靠性 或者说对于这种 这个连接性要求比较高的一种 这种对话 好 那么 再一个呢 你比如说这个 UDP协议 UDP协议呢 用户报文协议 那么他是属于无连接的 无连接的这个 网络协议 那么相对于面向连接呢 那么无连接的话呢 就没有他那么可靠了 那么他是一个 尽力而为的 尽力而为的 这种传输行为 那么比如说 这个我们说 相比于刚才 那个电话的这种例子 那么UDP呢 这连接方式就好比什么好比我们用对讲机 我对讲机我讲过去 那么 他可能并不在对讲机旁边 对讲机我讲完话以后这个信号可能已经传过去了 但是呢 可能对 可能对方不一定有人在 明白 所以呢我就是一种尽力而为的传输 你听到了 听到了就OK了 听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 所以这种 UDP 那么他可能就适用一些对这种 对于这种连接性 或者对这种可靠性 而且不是那么高的这种 这种 这种应用 所以这个是主机到主机层 所以两个 主机层 这个主机到主机层 协议的对比的话呢 TCP协议 是面向连接的 并且是可靠的传输 他可以支持流控 和窗口机制 那么像他的一个 使用的场合 比如说 我们的web浏览器 也就是http协议 http协议 我们的客户端 和服务端之间 那么他就是一个可靠的 这种 连接方式 电子邮件 也是 文件传输程序也是 那么 像UDP协议呢 他就是 无连接的 这个无连接 并不指的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完全没有连接 他指的是什么 他的英文单词 实际上英文单词翻译过来的 那么 他是一个不可靠的传输 不可靠的传输 尽力而为的 这种传输行为 你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DNS 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 有些像一些这个视频的应用了 等等 都是使用我们的UDP 去走的一些主播的业务 那么这里DNS怎么概念呢 如果大家第一次接触的话呢 你比如说我这里有个网卡 对吧 那么网卡的话呢 都有一些 相应的参数 对吧 我来看一下 那么 这里的话那几个参数 比如说 我的 这个我的IP IP IPv4 地址 对吧 那么这里IPv4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说了 所谓的IP 什么是IP IP地址 就是这种东西 对吧 19201680 1.3 那么一个IP地址的话呢 我们是规定啊 在我们的 TCPIP网络当中 也就是说 在英特网当中 那么 你任何一个 信息节点 你要去跟我们网络上的一些新节点去做一些 这个消息互访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得具有一个IP地址 这个地址是作为你们一个标识服务来进行的 去寻止的时候是要用到的 那么 现目前我们当前在使用的一个IP协议的版本是v4 他的一个地址的形态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形态的地址的话呢 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那么这空间的话呢 随着我们 英特网的用户逐渐在增多 这个地址的空间 已经 耗尽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为了解决好地址耗尽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提出来一些新的 这个 升级的版本 IP的升级版本 就是IPv6的版本 比如这个 IPv6的版本 那么由于 种种的因素呢 导致这个v6的版本 他的这个 革新 可能他的这个革新的速度的话呢 受到一定的阻碍 但是在未来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从v4切换到v6版本上去的 只不过现在有一些 种种的因素啊 比如说 这个设备更新的成本了 比如说一些这个 这种这个应用的普及程度了等等 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 应该说在未来啊是一定会有 会完成这一步的啊 像现在其实国内有很多一些这种项目 已经在做准备了啊 比如说 国内有个CNGI CNGI的项目 那么开始 这个这个国家开始出资去更新 我们这个核心网络单中的一些设备 以便来支持IPV6的这种 这个跳跃 那么这是我的地址 那么野马的话呢待会我们再说 野马是用来区分 区分我们一个IP地址单中的网络位和主机位的 待会再说 那么再一个呢是我的网关 那么我们也说过了 说的网关的话呢就是 我这台主机 我要出这个网络 我的网络是什么呢 我的网络是19218的1.0 这个网络 我要出当前我这个所属的这个网络 那么我需要找谁呢 我需要找1.1 1.1会帮我出去 明白 所以它相当于我这个网络的一个关口 好 那么DHCP服务器什么意思呢 DHCP 它是一个应用程 应用程的 这个程序 那么它是用来什么呢 它是用来 像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 任何一台主机 他要加入这个网络 他必须得有一个IP地址 对吧 那么 IP地址的获取呢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静态的配置 明白 就是在这 我静态的去设置 去手工的去输入 那么你必须得输对 你要输错了 你上不了网 明白 你必须得输正确了 并且你不能跟其他人有冲突 好 那么第2种方式的话呢 就因为手工的方式 当你PC 数量特别多的时候 你维护起来成本很高 所以呢我们用一种动态的方式 我在内网架设一台服务器 有这台服务器的话呢代替我管理员来向我网络当中的PC 动态的来分配地址 明白 换句话来说 我 一台新的PC我记录网络的时候我网线接上去 那么这个时候他自己内部会有完成一系列的这种 这个协议的一些这个通话 来什么来向我 PC下发一个IP地址 那么我收获到一个IP地址就是1.3的 这个是我动态获取到了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是由谁来分发给我的呢是由 1.1来分发给我的 明白所以他就是我的DGCP 服务器 那么再一个DNS服务器什么意思 DNS服务器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在一个TCP IP的网络单中 那么 我要去访问任何一个 信息节点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访问台服务器的时候 我就得必须得知道 这台服务器的IP地址 对吧 你比如说你要去访问一个网 一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你得知道这个网站的IP地址是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尴尬 你想想看 如果我要去访问新浪 那我还要去 寄新浪的那个 那个地址 寄什么这个15点116点 10点什么多少 那么这个时候 我显得很很辛苦 对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址一点关联性都没有 那我要去寄的地址 我不显得很辛苦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 对于人来说 我更希望的是有一个比较 这种人性化的 我们叫做人性化的一种 这种表达方式 比如说这个 新浪 .com 这种类型的 对吧 字符的 从那字面上可以看得出来一点含义的 对吧 再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 spoto 对吧 .net 还有什么呢 qq .com 或什么 去哪 对吧 去哪 类似这样的 不是给他做广告 所以呢 这种呢 他好记 对吧 对于我们人来说好记 但是呢 你对于电脑来说 电脑不知道什么去哪 不知道什么spoto 不知道什么qq.com 对吧 他你始终底层要是根据这个 始终底层还是要根据ipd是寻止的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 作为我pc来说 pc 我使用 新浪 新浪.com 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 域名 域名 去访问新浪 但是呢 计算机底层 他还是要去找这个ip的 明白 你比如说 我们去 cmd 我们去p 新浪 那么这个时候得到什么 我们会得到新浪的这个 服务器的ip地址 明白 这个就是新浪的服务器ip 理解 所以呢 实际上 我pcg 我人 我人在访问新浪服务器的时候 我是通过这个域名去访问的 对吧 那么只不过是呢 我们 这个 我们的前辈 为了让我们的互联网用户 用的更爽 给我们定义了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他顶层实际上还是要解析 我们就说解析 解析 解析成这个ip地址 的方式去访问的 明白那个ip地址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看到这个 所以呢 这种行为 是由谁来做的呢 是由谁来做的呢 那么就是由我们的什么 由我们的这个 DNS 动态域名解析这种协议来完成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等于说 你比如说我们 作为家庭用户 或者说 企业用户来说 我们要上网 一般是需要向我们的这个电信 去申请一个 宽带 对吧 宽带的进入 不管你是ADSL的 还是什么 还是这个ISDN的 还是 这个 光纤的方式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有一根线路过来 对不对 那么运营商的话呢 给你分配个地址 那么分配个地址 同时的时候 同时你会有一个DNS的服务器 的地址 对吧 那么这个DNS服务器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都是什么 我们使用的都是 电信的 或者是比如说网通的 或者是其他一些运营商的 他可能 在他的那个 电信的网站中 加一台DNS服务器 那么我们把这个DNS服务器填在这里 那么在后续的话呢 我去访问新浪的时候 首先我的PC 会向我这个DNS服务器这个地址 去查找什么 去做个查找 明白 去查什么新浪 对应的IP是多少 然后再返回给 返回给我 然后我再去找这个IP地址 那么所以这一系列过程的话呢就是一个DNS解析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 比如说如果你的 网络足够的庞大 那么 有可能像有一些企业 或者是有一些学校 会在 这个内网啊 在内网 架设一台 这个DNS服务器 让用户们 把这个DNS的这个地址都指向这台服务器上来 然后呢在DNS服务器上的话呢做一些 域名 做些域名 和IP的绑定 那么这个时候 内网用户呢 去访问新浪的时候 先去找这个服务器 查到IP地址 然后再出去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在这个服务器上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公司 可能不希望让员工 访问优酷 因为优酷呢 上班时间看优酷 占用带宽 所以把优酷这个 域名 给他指向一个很怪异的一个IP 比如指向公司的一个这个 这个网站上去 所以 这个员工呢虽然说 地址栏里面说的是优酷 但实际上访问的是公司的网站 很憋屈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通过这个DNS来可以来实现 明白 好那么 这个 这个是我们 DNS的一个概念给大家做一个串讲啊这个串讲 所以 说到TCP和UDP呢 TCP是一个面向连接的 可靠的传输方式 那么UDP的话呢是 无连接的或者是说 这个不可靠的传输方式 还是敬礼而为的一种传输方式 明白 那么TCP 他的报纹结构 是这样的 你比如说 我 这个 上 我上层的 应用程序 构造了一个数据包 这个是一个原始的数据包以后 那么这个数据包 下来 到我们的主机 到主机层的时候 会被 前面会加上一个TCP的头 或者是UDP的头 明白 这个时候实际上里面的话呢就已经融入了 TCP 或者是UDP这个协议本身的一些机制 你比如说如果是TCP的话呢TCP 像 原 和目的端口号 那么端口号什么概念的等会再说 像还有这个序列号 序列号是用来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了 前面OSI层层模型的时候说了这个 这一层 主机到主机层的话呢 会把我们上层下来的一个数据 一个分段 对吧 分段那么你分段的话呢 一段一段的肯定得有一个序号进行区分吗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 是保为了保证什么为了保证 我们的这个数据段 在对方说的这个数据段的时候是有序的可以在有序的进行一个重组 重组和区分 那么在确认号的话呢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一个 可靠的 传输行为 那么所谓的可靠传输行为的话呢就是 他用这个确认号来进行的 比如说 这个两个人两个小孩的聊天 两个小孩的聊天 那么那个这个小孩跟他说 哎你好 我叫这个 我叫 我叫猪神 对方来说哎你叫猪神啊你好 所以对方的话呢会对我的话进行确认 那么我听到对方的这个确认完了以后的话呢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名字了 对吧 他把他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了 比如说 这个我叫猪神 对方说哎你好 我叫 这个小月月 对吧那么这个消息回来以后 那我就知道哎对方说到了 并且 对方也发过了他的一些消息 明白 那么这就是一个可靠的传输 那么 这个所谓的确认号的话呢就是 对我发过去的数据 做一个确认 明白所以呢 TGP 这种绘画的机制的话呢就是不断的进行 发送确认确认发送 确认 以保证 我们的每一个数据 数据段 他的这个 传输的话 都是可靠的 对方都说到 明白 像还一些其他的字段的话呢 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的税数 那么这个就是 上层下来的 数据数据包 在前面加上一个 TCP的头20个字节 这是TCP 那么UDP的话呢相比之下UDP他的 UDP的头就要解化很多 他只有什么 原端口目的端口 UDP的长度 对吧 还有这个教员值 只有这么一些而已 对吧 所以他并没有 Sequence 和那个 ACK的一个 字段 也就是说他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 保证 这个 可靠的这种连接 明白 这是UDP协议 那么 当然我们的应用程序开发者的话呢 大家这是开发应用程序的时候 所以就根据自己的一个 这种应用 他的一个需求 来灵活的选择 你是选择用TCP 还是用UDP 明白 那么 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端口号的概念 端口号 在这里面都有 都有 提到 是吧 那么所谓的端口号跟 端口号的概念的话呢 给大家做一个很形象的讲解 那么我们如果 我们要这个 把这个 两个信息节点 在网络单中的通信行为 我们把它理解成为 在现实现实生活单中 我们每家每户的 比如说有两户人家 两户人家之间 他要做一些这种这个往来 比如说要做一些买卖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首先得有一个IP地址 对吧 那么这个IP地址的话呢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们的人 这个 168 相当于我们的门牌号 明白 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 这个 详细地址 那么通过这个门牌号的话呢 能找到 彼此 对吧 能做个寻指 能找到彼此 但是我们想想看 如果这个用户 向他 来购买 比如说我们来购买个东西 比如说 这个 一伙来买烟酒 一伙来买这个 买生活用品 买食品 对吧 买菜 或者是买学习用品 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没有一种很好的机制来区分这一系列的购买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什么人都过来了 什么人都过来了全都挤在这个全都挤在家门口 那么很快 这个 这个 这一户人家就要垮掉 一伙来这一伙来买这个来买那个 还有很 那么 如果我们去什么我们就定义比如说 我们来定义这个窗口 你如果要买烟酒呢 来我这个窗口 你如果买食品的来我这个窗口 你如果买文具呢 来我这个窗口 明白 并且的话呢 我们约定好 我们对窗口 进行编号 并且呢我们约定好 哪个窗口是用来买 什么是用来卖什么东西的 明白 那么这样也来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如果这户人家 他去买文具的时候 他去找什么他去找到对方的这个窗口 明白 比如说是2 没钱 所以他 再去访问19201个801.2的时候 实际上访问就是对方的什么19218.1.2 并且呢后面跟上冒号 2 明白 所以这个冒号后面跟着这个数值呢 就是一个端口号 理解 所以呢 其实从这个例子上我们看了出来两点东西 第1个端口号 他是 一个 实际之数表示的一个号码 一个标识符 这个标识符的话你还是有区间的 是有区间的 是 是那个 1-6535 6535 那么这个端口号呢 是用来 区分我本地的 不同的服务的 明白 不同的服务的 或者说不同的 应用程序的 理解 你比如是常见的 Telnet Telnet 那么他是23端口 23端口的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人要访问我的 本地的23端口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肯定是想要访问我本地23 服务 明白 那么如果有人要访问我的80端口 那么这个时候80端口是什么呢 80端口是http的服务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这个人可能是要访问我的 web 服务 访问我本地的一个站点 网页的站点 明白 所以呢 第1个 端口号是用来区分我本地的这个不同的 服务 或者不同的应用程序的 并且呢 他是一个 啊 他是一个逻辑的 逻辑的一个号码 明白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软件的一个端口 并不是像我们网卡或者是 像什么 这个 一些物理上的一些接口 明白他是真实并不存在的 他是软件上的一些逻辑的接口 明白 这端口号啊 那么 端口号的话呢 刚才说了他的一个区间是1到25 1到635 那么 在这个区间范围内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说 1020之前 的一些端口号是被我们做一些 这个我们叫做什么 well known 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大家共同 我们这个业内的 我们来 这个共同来协定好的 比如说这个 一些众所周知的一些端口号 80 我们就商定好 他就http的端口 然后呢 这个23 是条内的端口 对吧 像还有其他的比如21 是ftp的 这个是我们协商好的 众所周知的 端口号 明白 那么201024以上的 一直到6535的 那么你就可以去随意使用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 开发些应用的时候 或者是说你在设定一些你架式一些应用 服务器的时候 那么在选择端口号的时候 要去慎重点 啊 考虑 好 那么我们 对于一些常用的断口号呢 大家可以在这里 我们有张表 HTTP 80 Telnet 23 对吧 所以其实呢 我们在访问一些站点的时候大家会发现 比如说大家在访问初音部落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输入的是一个bbis到四波到net 对吧 但是其实呢 你是一个 这样一个访问行为 明白 只不过呢你不写的话呢系统默认的认为你是访问的80端口 理解 所以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呢 我们都是使用的 IP地址 加上这个端口号 自动组合 来去访问 网络单中的一些 这个服务的 明白 我们的服务的 所以 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是使用IP地址去找 对象 找对象以后的话呢才用端口号 去找这个对象 开放的某一个 服务 明白 像 你如果想查看一下本地的一些这个 开放的端口 你比如说 IPconfig 可以看到我本地玩卡的一些 参数对吧 那么IPconfig 后面加上-wall 可以看到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参数 那么这个 像这个指令可以看到我本地开放的一些 接口 以及他的一些状态 对吧 然后呢 这就是一些 像一些常用的命令 常用的命令 然后呢 像这个命令的话呢 我们建议大家自己去找一些文档 找些文档 因为我们今天课室有限 只能给大家做一些普及类的一些介绍 好 那么说到 TCP 它是一个面向连接的 这种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的话呢 是如何来保证 我们两者之间的通话 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一种传输行为呢 那么 我们说 任何两个节点 如果他要进行TCP的对话 那么这个节点的话呢 要经过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 这种 一种模型啊 这种模型其实 被我们管 这种思想 或者这种机制 被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一个通信系统当中 那么这也是 很多的一些考试 或者说很多的一些面试啊 经常问的一些问题 很喜欢问的一些问题 TCP三次握手 那么 在两个信息节点之间 他要进行 消息的 进行一个正式的TCP的连接之前 要经过三次握手 那么怎么去三次握手呢 很简单 打个比方 两个人 他如果要 有一个这个深层次的发展 当然我这里指的不是那种 建立在金钱 或者是建立在欲望的那种 这个 我们指的是 建立在 结婚上的这种谈恋 明白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首先 两个人互不 互不认识 对吧 那么要经理一个TCP的连接 TCP连接经理完了以后的话呢 可以进行正常的数据绘画 对吧 并且是可靠的 那么这个时候经过三次握手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人首先发一个消息给他 这个消息是带有一个特殊的标记 好 那么发给他之后对方的话呢 会对他进行确认 确认也是带有特殊标记的 那么确认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人的话 要再确认回给对方说 告诉他 这个连接建立起来了 明白 那么这就是一个 三次握手的过程 经过三次握手过程以后 对方的TCP连接建立起来了 然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正式的数据的 交换 明白 好那么他是怎么实现的 首先我的主机A 发送一个 发送一个TCP的报纹 给主机B 这个报纹的话呢 首先 他有一个序列号 这个序列号的话呢 是我 主机A 随机来生成的 随机来生成的 比如说假设是100 明白 那么 这个时候这个报纹 他有一个特殊的置位 所谓的置位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这个报纹 因为我们知道 任何的一个报纹 在 底层他传输的时候 层层以后 都是一个什么 101101 对不对 那么他再往上的话 就是数据帧 再往上的话就是一个报纹 或者再往上的话就是一个数据段 对吧 他都有一个格式的 那么 相应的这个格式 比如说某一些特殊的这个字段 是为了我们某一种特殊的使用 他会做一些保留 可以供我们去做一些灵活的这种置位的 比如说 如果把它制成1 或者制成0的话呢 都代表不同的含义 明白 带不同的含义 所以这个时候呢 SYN这一位的话呢 是用来 用来作为一个什么 用来 作为 这个我 这个TCP 标记这个TCP的一个 这个报纹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初始化的同部位的 明白 初始化的一个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TCP的一个报纹的 那么SYN的话呢 会作为一个制位的 那么这一位的话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TCP 报纹一个 详细的格式 在这 SYN 这一位 会被制成1 如果是0的时候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SYN 它是一个同部位 好 那么这个数据包到达了B以后的话 B看 对方发过来是一个SYN的位 说明这么 说明这是一个打招呼的一个TCP 首次 对方发起跟我建立一个TCP的连接 所以呢 对方会 发送回去一个 带有什么 同时带有SYN 以及ACK也同部位置 制一的 以及什么 以及ACK制一的 也就是这是一个确认保温 明白 同时呢 序列号是我自己 我自己本地 随即产生的一个序列号 300 并且呢 ACK的号码 ACK的号码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个 说这个 说这个确认号 ACK号码呢 里面填充的是什么 填充是对方发过来的 对方发过来的这个 序列号 加上1 明白 加上1 这个是 确认号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当我A 说了这个 说了B发来这个报文以后呢 我就知道 他确认都是我呢 他确认的 是我发过去的 100的 这个 序号所标记的这个报文 明白 也就是说对方收到了我100 100的 这个报文 明白 那么我再 传输给他的时候 我就是100加1 明白 100加1 并且呢 我确认号 放的是对方 发过来的这个序列号 加1 请求的是对方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 一个报文 明白 同时 我是 ACK位 之一 那么经过123 三部曲完了以后的话呢 他俩就建立起来一个TCP的连接了 这个时候就认为我们俩自己的通行是可靠的 明白 所以 这种机制的话呢 大家 要 自己 底下去 一定要去再去多看书 多距离解和消化一下 因为我们 这个课的话呢 毕竟是一个入门级的课程 所以不会再 不会讲太 太这个 太深入 太细致 你比如说 其实为什么是加1呢 但不一定是加1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长度是1 长度是1 给大家这个 报文的长度啊 所以这个相相关的一些细节的话呢 大家 要进一步的去 看书 那么TCP的序列号的话呢 是在我们每一个TCP的报文单中都会去有的 像如果两台主题之间的一个信息通信啊 我发送出去的时候 首先这个 这个是 端口号 应该是端口号 应该说在任何一个TCP 或者是UDP的绘画单中 都会关联 我们的 端口号 那么这里端口号的话呢 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圆 还有一个是目的 那么圆的话呢就是我本地的 这个啊比如说两户人家 他在做户房 那么我这 有开相应的端口 那么我这也有端口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是客户端 我是服务端 那么我是客户端我发起我肯定也有一个端口号 明白 我是使用的是某一个端口号 跟你来 跟你的某端口进行一个消息的互访 那么我作为原端 原的这个 我作为发起者 或者说我作为原端口号 那么这个原端口号的选择 一般是随机的 比如说1028 那么我访问的是你你的某一个 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对应的端口号呢 在这 是我的目标端口号 明白 比如说我要天的你 那么我就访问的你的 23端口 明白 所以一直是我们俩 之间这个两个端号之间在进行 一个一个 一个对话 所以断口号是用来区分不同的 服务的 对方说到以后的话呢 你就知道对方访问的是我的23端口 那么访问的是我一个天内的服务 对吧 那么就会把数据包送给天内的这个进程 理解 那么后面跟着这个 后面跟着这个 这个sukas number吗 就是我们的序列号 这个序列号的话你也是我本地有效的 那么发过去以后的话对方 发过来的时候这个序列号也有他自己的 但是呢 ACK这个号码呢 确认的是谁呢 确认的是对方的序列号 对方的序列号发过来基础值上加个1 理解 好那么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呢 你发给我我确认给你的时候是在你的序列号基础上增加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值 然后呢我说到以后呢我看你的确认号是11 代表你确认的是我的 序列号是1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你知道你是收到了我的这个报文 我再去发下一个报文下个报文的序列号是11 理解 所以不断的进行这个 发送确认确认发送 所以TCP他整个一个通话过程是很可靠的 那么当 这个 比如说 如果对方发过来这个确认号不是11 那比如说其他的什么数字 那我就知道 单中肯定是有些报文你没有收到漏掉了 那我进行重传 明白 所以他就是一个可靠的机制 我们再来看TCP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穿口机制 那么 穿口机制呢理解起来其实并不难啊但是这种 机制呢应该说他的运行上还是 相对来说比较 复杂的 那么怎么理解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好比A和B两个人在聊天 那么 A和B两个人聊天的话呢按照前面的这种方式就是 A 说说一句话过去 完了以后的话呢 B对这句话进行确认 请求 A的下一句话 完了以后B再说 而且A再说 那么B再确认 A再说B再确认就不断的反复的这么进行下去 所以我们说这种方式是一个可靠的 这种这个 连接啊 可靠的传输机制 当中机制的话呢可能效率比较低 因为可能 这个啊每次都是A讲一句话 完了以后B说爱听到了你再讲下句话 然后 那个A再说 那么这种方式可能效率比较低 所以可能 我们允许A 去 比如说连着三句话来说 A说三句话 然后呢 B再来进行答复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要求 B啊我们说B的这个 缓存 或者他缓冲性大小 对于这个数据的缓存能力是足够的 足够去 处理 这三句话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又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是一种理想一种状况 当然 有些设备可能比较老旧 或者是有些设备性能上一些限制 导致什么呢 导致 B啊比如说在这个 A发三句话过来 但是呢我B 我只能够 这个处理前面的 两个 这个TCP的 报文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第3个包就会被 那第3个包就被我丢 或者是说 我就失去了 然后第3个包 那么这个时候呢 B 会对什么 对A发过来的这个 TCP的报文进行确认 但是他确认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他 因为 B 实际上的话呢他只处理了 第1个第2个包 第1个第2个这个TCP的这个数据包 那么对第3个包的话呢 他丢弃了 所以呢 B在 确认给A的时候这个ACK号 实际上填的是3 那么当这个ACK号 回复给A的时候 同时呢 还搭载了一个 B 他的这个 窗口大小 B的窗口大小 比如说2 因为什么呢 因为B 只能够处理前面两个这个 TCP的报文 那么 这个数据包到达了A以后的话呢 A看A 他确认的啊我发了31233个TCP的包过去 他确认的是 他的ACK号码填的是3 换句话来说他确认是什么 确认是2 对不对 我们前面说过了 这个B 发挥给A 这个ACK号里面填的实际上就是B 请求的下一个 TCP的序号 对吧 那么他发过来是3 表示呢他请求的是 序列号V3的那个TCP的 数据包 对吧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只 接收了前面两个 TCP的报文 第3个他丢弃了 明白 并且呢 穿口 B 接收方 发回给我的这个穿口的 这个Size WindowsSize 是2 证明这个 B 能处理的 这个TCP的这个 有效负载的 大小 只有2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再往后去传的时候 A就会去控制他自己的这个 TCP的 这种 这种传输 传输他可能一丝性只传两个 对吧 或者是说这个长度 对吧 好那么这个时候必在去确认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 那么他ACK 确认的是 我对吧那么证明什么证明B 期望 期望收到的下一个 TCP的数据包 序列号是 我 明白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机制 我们可以去 使得TCP有一种比较弹性的一种 数据包的处理方式 这是TCP的 滑动这个滑动穿口机制 所以前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主机到 主机层 TCP和UDP两个协议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英特网层 或者叫 Internet层 那么他 跟我们 OSI 机身模型讲第3层 网络层其实很类似的 他的这个主要的功能 负责 定义 他是在这层的话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逻辑地址 什么地址呢 IP地址 对吧 在这层工作的 最重要的一个协议 IP协议 网际 互联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定义了IP分组的格式 另外一个呢 定义了一个 IP 定义了一个逻辑地址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IP地址 对吧 那么并且呢 他负责 在三层上面的话呢 负责对数据包进行 转发 以及 三层的路由 三层的路由 那么至于什么是路由呢 我们后面再来说 好 那么这是第3层 第3层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层面啊 那么 他有哪些协议呢 在工作呢 我们主要介绍几个啊 像ICMP SMP 那么他是一个 这个消息和 这个控制协议 那么在我们 网络当中 使用的也是非常广泛的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做 测试的这个 工具啊 PIN 他就是基于 SMP来去做的 对吧 像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就到 NP的时候再来给大家去做讲解 还有一个什么IP 非常重要的啊 网级互联协议 还有呢 ARP协议 那么 我们待会再来介绍 那么 IP这个协议呢 本身应该说是TCPIP 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了 那么他是规范了我们TCPIP这个网络单中去传输的啊 这个报文的一个 格式 这是我们的IP头啊 IP头 V4的版本的话呢 是这个 20个字节左右 20个字节 然后呢 像 里面一些常见的字段啊 比如说这个 像 这个长度 报文的长度 我们的这个 Identity 然后呢 像 这个用来识别上层的协议 上层协议的这个协议号字段 还有这个TTL的值 这个值 TTL的值 那么TTL的值的话呢是用来防止 一个数据包 在网络单中去无休止的去传输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网络单中 出现了缓录 那么 有可能会什么这个数据包会网络单中不停的打转 无休止的去 传输最终呢 把贷款给耗干 设备给 这个 占用设备的额外的性能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TDL的值 这个值的话呢会随着 这个数据包在网络单中 每穿越一台三层设备 会递减啊 当这个值递减为0的时候 那么这个数据包在网络单中就会被丢弃 被丢弃 还有其他的一些指 说这个 教院值 原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 OSI其实模型的时候有讲过的 那么这里是 上层的数据的这个 有效负载 有效负载 那么这是IP协议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呢是ARP 地址解析协议 动态地址解析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应该说是我们 以太网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协议 我们前面说的这个OS系统模型我们讲过 最底 这个 我们说 底层是物理层对吧 那么晚上是这个数据链路层对不对 数据链路层 那么在晚上的话呢是网络层 网络层 那么网络层的话呢我们定义了IP地址 在数据链路层呢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MAG地址 对吧 MAG地址呢我们又把它称为物理地址 物理地址 应该说 每一个PC比如说它的网卡上面 在出厂的时候都会烧录一个这个MAG地址 路由器的每一个接口也有一个MAG地址 对吧 交换机的接口也有MAG地址 那么这个MAG地址呢是一个物理的是一个二层的地址 也就是说 在真正的在lan上面 我们在实际的传输的时候 就需要用到这个地址 要不然的话呢 你是无法进行二层的群职或者是说二层的成真的 封装的 对吧 那么IP地址用来干嘛用的呢 IP地址呢是用来做三层的群职用的 也就是说在网络之间 在不同的网络之间 我们去做群职的时候用到了一个东西 所以呢 他俩的区别 因为作为计算机来说计算机是不关心什么的 这个这个这个IP的 但数据包发送到 这个lan单中的话呢最后 最后一个这个 应该说发送到达目标网络以后 就是根据这个MAG地址来做寻职的 明白 所以他俩的这个作用的 范围是不一样的 我们举个非常简单例子 你比如说我这 192.168 1.1有台PC 那么这台PC的话呢 通过这台路由器 那么他要去往另外一个网络去 发送给这个192.168.2.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作为路由器来说的话 他只关心 三层 只关心这个 三层地址 换句话来说呢 你比如说一个数据包 这个要去往2.1的 发到路由器 那么路由器的话呢 只是做什么呢 这个 例子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好 我们再来 这个是一个PC 连到了一台路由器上 路由器这边的可能又有 那么最终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 4.1的PC 那么这个是1.1的PC 那么这个时候4.1 1.1的PC呢 想发个数据包给4.1 那么这个时候 卖个例子的作用范围就是 在这 这是卖个例子的作用范围 这边是卖个例子的作用范围 那么单中的话呢 这一块就是IP所关心的 明白 所以我这台PC我发数据包给4.1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呢 我的原IP地址是1.1 目标IP地址是4.1 对吧 那么这个数据包到路由器以后 路由器呢 并不关心 4.1 他只关心4.0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这个网络 他的网络号 一个网络号呢 用来标识一个网络的 明白 所以呢一层一层的 去转发 最终转发这个路由器 到了这台路由器以后呢 也就到了4.0的这个网络 对吧 那么剩下来的事情呢 这台路由器就需要知道 4.1的 卖个例子 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到了烂里面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 你看 这个就好比像 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家里面 我们在自己家里面 去做数据访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如果处在一个 同一个烂单中 同一个网络里面 我是1.1 我是1.2 那么这个时候咱俩去 通信的时候 你比如说早先有一些 这个 在内网玩的一些 小游戏 比如说像雷电呢 这样一些非常小的这个联网游戏 那么他可能 并不需要IP地址 他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把 这个网卡 有Mac 配置了正确的Mac例子 然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二层的 二层的这个数据帧 来进行游戏 那么当然这个是限制在我们的内内内内部的明白 好比什么呢 好比我们的小名 比如说1.1 他小名叫二狗子 二狗子 那么 这个 1.2呢 比如说叫叫做叫什么狗蛋 对吧 狗蛋 那么这个时候使用二狗子和狗蛋 在我们自己这个小的网络单中 去通信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要你要出去 你要出去的时候你二狗子狗蛋 这个 这个你要出去了话 估计估计估计别人也不识别 为什么因为可能天底下很多二狗子狗蛋什么的 对吧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大家 认为这个不合法 对吧 不能识别 因为大家只关心的是IP 明白 所以呢他们除了 二狗子和狗蛋以外还有一个IP地址 那么这个IP的话呢就是 我们在整个 就在在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当中 都合法的一个地址 叫IP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问题了 我们说 我一台PC 我要跟 这个另外一台PC 做一些消息互访的时候 那么首先我 这台PC呢 我得知道什么 我得知道 他的Mac例子 明白 当然这个Mac例子呢 我本地有一个 映射表 用来关联什么 关联IP 和Mac的 这是我的 ARP 明白 这个ARP表是我用来做二层 这个 成真的时候 Frain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一个参数 如果没有这个表 那么我的 这个数据帧 就无法构造 明白 所以如果我A 我要发送个数据帧给B的时候 那么首先 我知道 B的IP 对吧 我知道B的IP 比如说我A我去ping B的IP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是初始化的情况下 A PC并不知道 B的麦克 明白 他只知道B的IP 理解 那么这个时候呢 A就会就 根据什么 使用的ARP协议 去 通过IP地址来 来获得 这个IP地址 对应的 Mac 明白 只有知道了Mac 只有知道了这个物理地址 我才可以去封装 真 明白 也就是说真正在二层的传输的时候其实是真的传输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去发一个ARP的广播 因为这个 网络当中可能会有很多PC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 ABC BCD都会说到这个ARP的广播请求 请求什么 请求 IP B的麦克里 当然只有他会回应 C和D呢 都 都不去理会 明白 那么这是ARP协议 来看一下这个协议的详细的一个过程 好 我们前面说了 在一个二层的环境或者说在一个 在同一个网段当中 或者在一个lan当中 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做通信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需要什么 需要 这个 需要目标主机 或者说目标设备的 麦克里 换句话来说 你比如说如果 这个 你这台PC你要上外网 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需要网关的什么 你需要网关的IP地址 同时你还需要网关的卖个例子 否则呢你是出不去的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 网关的IP我当然是知道的 对不对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们网卡在配置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IP地址填在我的网 这个这个默认网关里面 对吧 但是呢 在初始化的情况下 这台PC 它的ARP表是空的 怎么看ARP表呢 CMD ARP 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是我的ARP表 对吧 我的ARP表 那么我们看这个 那看这个 那么像 1.1 1.1 这个就是我的网卡IP 那么对应的这个就是我玩 这个是我的网 默认网关的IP 那么这个对应的就是我的 默认网关的 这个路由器那个接口的麦克里 明白 那么这是我动动态的方式请求到的 理解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我的表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我如果我要出外网的话呢 我是不是先要把数据帧送到这个网关来 那我送到网关来的话呢 我就得知道什么 我就得知道网关的麦克地址 否则是过不来的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去发 发ARP包去请求 ARP包里面呢 就有一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Sender Mac SenderIP 和Target Mac TargetIP 也就是说 这个发送者的麦克 发送者的IP 目标的麦克目标的IP 明白 那么如果是我PC 我去请求 我去请求网关的麦克地址 那么这个ARP包吻呢 它是一个request的包吻 然后呢 发送者的麦克就是我PC的麦克 对不对 发送者的IP就是我PC的IP 对不对 没问题 那么 这个我请求对方的IP地址呢 我填在这 但是呢对方的麦克地址我并不知道 所以我这里填的是全0 明白 那么这是一个请求包吻 那么这个包吻的话呢会 发送给什么 发送给网站中的所有人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广播 它这个广播 你看它的目标 目标 麦克地址是一个 全F的 表示它是一个广播帧 广播的这个帧 所以呢 网关和PC都会收到这个帧 但是他不会去处理 对不对 因为 目标IP里面是什么 是0.254 并不是他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网关就会回复 会发送一个ARP的reply回来 明白 那么这个ARP里面内容的话呢 跟这个是很类似的 那么Sender 麦克 很明显就是路由器 也就是这个网关的 这个网关的这个接口的麦克地址 也就是这个 对吧 然后呢 发送者的IP就是网关的IP 对吧 然后呢目标 是什么 是这个PC的麦克 目标IP呢 是这个PC的IP 明白 那么这样一来一回的话呢 路由器是知道了什么 知道了 PCE 和他的这个IP和麦克的关联 对吧 那么我PCE的话呢 也收到路由器的回报 那我就知道了什么 我就知道我的网关 和他的这个麦克地址的关联 明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经过一系列这种ARP的这种请求 和回应以后 那么全网的所有的用户都知道什么 知道了这个内网单中 所有信息节点的IP和麦克地址的 对应关系 那么 从而来 维护自己的ARP的表象 明白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ARP的表象是动态的 换句话来说如果你重启以后ARP表象就会清空 那么他又要在 发送一次广播 又要来请求一次 明白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关系要搞清楚 关系搞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 他的这个 这个数据 从应用层 或者从上层 最终要到网线上传输的话呢是经过一系列 经过了这个 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层 这个天砖加料以后 完了以后就从变成1010去走的 明白 那么在每一层呢 他去构造数据 构造数据的时候都需要相应的字段 你比如说 在第3层 或者说在我们TC TCPIP的第2层网络层 那么他需要什么 需要IP 需要元和目标的IP对吧 在底层呢 需要什么呢 需要Mac 对吧需要Mac 所以这个时候IP和麦克的关联就ARP来实现 明白 那么在我们英特网层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啊比如说我们的Ping Ping的话呢是用来做一些 简单的测试用的它是基于ICMP协议的 你比如说 啊我们 去如果上不了网的话呢我们一般会是什么 会去Ping一下我们我们的这个网关 看一下我到我的网关是不是通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收到了来自于1.1的回复 证明什么 证明我到我的网关是通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再去看我的网关 再到外网是不是通的 对吧 那么一步一步的这样去排查 所以这个Ping的工具呢 啊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啊 再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Tracer Tracer 这个工具的话呢可以帮我们去追踪 这个数据包 啊 经过了 在网站中经过的每一跳的三层设备 比如说我们去 啊缺手一下这个3W点新浪 对吧 那么这个就看就可以看到什么 啊 我 从我本机 我发送数据包到新浪我需要跳过什么30个月点 对吧 啊那么 哪30个呢 他就会给你显示出来对吧 显示出来 那么使用这个缺手的工具呢 可以帮我们去什么 比如说可以做一些 这个 啊 做一些对网络的数据流量的一些监控 啊你比如说 在一些 这个 在一些种实质环境当中 你比如说如果我的 我去网 目标网了我有多条路径对吧 那么我就可以用Tracer 我就可以用Tracer 去 追踪这个目标 看看他是眼里他路径去走的 明白 啊从而可以达到一个我对网络进行分析的一个作用 好 这是两个工具 啊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通过这个例子啊 来给大家去 呃去讲解一下 啊用如何如何去这个 分析我们整个 数据通信的一个过程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上一次课 在最后 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啊我们假设呢 我们假设 啊这个 呃PC A要去访问PCB 他的这个一定一个资源我们假设什么 假设PC去Telnet啊 Telnet PCB 对吧 Telnet PCB 那么这个时候整个通信过程 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来我们看一下首先 这个首先A要Telnet B呢 应该是有应用层对吧 应该是有应用层 上层下来的一个 这个够到一个应用层的数据包 对吧 那么 因为Telnet是一个什么 C-S的模式吗 对吧 客户端 啊 客户端到服务端的一个模式 对吧 那么 再往下的话呢 就应用层应该到什么 到了我们的 主机到主机层吗 对吧 或者是OSI OSI模型的这个 传输层 对吧 好那么到这层以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说 在这层 定义了一个什么 端口号的概念 对吧 端口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上层下来的这个数据 啊 这个数据 就会被我加上 TCP的头 为什么 因为我们Telnet是基于TCP协议的 对吧 所以加上一个TCP的头 那个TCP的头单中 我们只要关心两个字的一个是 圆 一个是圆端口号一个是目的端口号对吧 因为我们说 在这一层定义的是一个端口号的概念 所以圆端口号的话呢 是随机的 目的端口号呢 因为我访问的是 B的Telnet的服务 Telnet的这个 应用程序呢 又是一个 众所周知的一个 Viano的端口 23 对吧 所以这里填到23 明白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再往下 到了我们的 英特网层 对吧 或者是OSI的网络层 网络层 那么这层的话呢 这个数据 这个Data 整个 会被我们加上一个IP的头 对吧 那么IP头里面的话呢 有两个是我们要关注的 一个是原IP地址 又是目的IP地址 对不对 那么原IP地址 毫无疑问填的是什么 填的是应该是IPA 对不对 A的IP 目标呢 是IPB 对吧 OK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到了第三层 再往下了 到了TCP 如果是DOD模型的话呢 就是到了最底下那层 对吧 如果是OSI气层模型的话 到了是什么数据电路层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一层呢 我们就需要什么 我们再把 这个 上面下来这个 数据 再加上一个二层的头 那么这个二层头里面我们关注两个东西 一个是原麦克地址 一个是目标麦克地址 对不对 原麦克地址 目标麦克地址 因为我这里是 跨碗段 跨碗段 在访问 明白 什么意思呢 我A和B在不同的碗段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A发数据包给B 实际上我就需要什么 我需要先把数据包发给我的网关吧 对不对 我不能隔空去传输吧 是不是 所以在二层这一块的话呢 因为我们说二层负责的是lan 对吧 lan内的 这个数据帧的传输 也就是说是这一段 传输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PCA发送一个数据包给B的时候 实际上的话呢在二层这一块 我封装的 圆 圆卖个例子 毫无疑问 肯定是 啊 卖个A也就是 PCA的卖个例子 对不对 但是我的目标 目的卖个呢 填的是谁的卖个例子呢 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个 错 不对啊 为什么不对 因为我们说 卖个例子他的有效的作用范围是什么 是lan 明白 是lan当中的 理解 所以而且呢这个时候你并你对于 数据真来说的话呢你并不是把真子丢给他的 你是把真丢给路由器的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在这里面封装上 你的网关 也就是你这个网卡里面设置那个默认网关也就是1.254的 这个卖个例子 但是如果你是 初始化的情况下 你可能并不知道路由器这个接口的卖个例子 理解 那么这个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发送一个ARP的广播 对不对 去请求1.254的 卖个例子 然后呢 路由器再回复给你 然后呢 你就获取了1.254的 1.254的什么 卖个例子 然后呢 把这个 把这个卖个填充到这里 从而来构成一个数据真 明白 然后再变成101010 理解 所以这个真的话呢 会从这儿传到这儿 明白 那么到了这以后呢 路由器 首先 收到的是1010一堆的这个东西 对不对 他会还原成针 对吧 还原成针 这个是 数据 那么这个针 路由器就看一下针头 里面的圆和目标对吧 那么他看什么 看目标 他一看 目标的这个卖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的卖个例子 所以他知道这个数据针是发送给的路由器自己的 对不对 所以路由器会再往上去拆 去解封装对吧 好 看什么呢 看这个 看这个对吧 所以这个呢又是什么又是上一层协议 加上一个IP的头 这是A处理过的 那么IP头里面的话呢又有原地址和目标 地址对不对 那么他一看 目的地址 也就是目的IP地址 是什么 是 IP 而不是我的 1.254 明白 证明什么 证明虽然真是给我的但是呢 IP包不是给我的 明白 所以呢他又会什么 他又会把这个 包给封装回去 封装成针 再封装回去 然后再发过来明白 那么封装的过程的话呢跟A在做封装的时候其实很类似的 只不过呢 在这一块 在成针的时候 原麦克利子填的谁的 填的是这个麦克利子 明白因为他从这里送出去的 目标麦克呢 目标麦克 不知道 不知道 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他的麦克利子 有点麦克币 那么这个时候录器应该说 初始的时候录器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又要去发ARP的广播 去请求什么 请求B的麦克利子 然后再更新然后再成真然后再发过来 然后B收到这个数据增以后的话呢再去看 哎 目标麦克利子 是我的 然后再 在还原成IP包 看一下这个 IP 这个 IP包 里面这个包头 有缘和目标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目标IP确实是我的IP地址 谁知道这个数据包子给自己的 谁再把这个IP都去掉 再解封装再还原成什么 还原成 上层的这个 也就是什么 这个主机到主机成的 这个数据段 里面也有什么目标和IP目标和 这个缘和目标对不对 那么这个什么 原端口和目标端口对不对 那么原端口是他的这个随机端口对不对 目标呢 是我的23端口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说 端口号是用来区分不同的网络服务的或者是网络应用的 对不对 那么他一看 23端口 那么他就把这个 把这个数据包 把这个数据段 丢给上层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 TNF的服务 进程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PC 本地运行的TNF进程就会去 处理这个报文 然后再不断的去反复的去交换 重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过程 当然 我们在获取了这个 获取了 麦克利子以后的话就不需要再去发ARP包了 不需要去发ARP包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通信过程 帮大家做一个梳理 好 那么 前面的内容的话呢我们都解释过了啊 这个TCP IP的基础啊 TCP IP的基础包括呢 DOD模型 每个层次 它的功能和对应的一些协议 包括一些常见的协议 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 那么呢 更 其实应该说我们C3A 这个阶段接手的内容的话呢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和比较浅显的 啊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在 客户呢 在自己去做一些深入的 专研 然后最深入的专研 那么当然这个视频的话呢 其实 我们视频本身客室也是有限的啊 所以 有些东西呢可能没有办法面面俱到 啊 像有些知识点呢 也没办法扩展开来讲啊 当然我们会更多的去去考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 其他的作品来帮大家做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啊 当然是希望 就是说大家 结合视频的同时的话呢 自己去看一些书做些实验啊 去弄一些文档啊什么的 那么 我们接下去 介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啊 叫做VLSM 这个是 可变啊 可变长度的 这个子网研码啊 可变长度的这个 死网研码 那么 VSM这个工具的话呢 应该说在我们现实 生活中用的是 非常广泛的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 基本技能 基本技能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背景 首先呢 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 IP地址 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 啊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IPv4的地址 版本4 IP这个协议的话呢 现在 呃 应该说目前行业当中常见的两个版本 一个是V4一个是V6的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啊V4的话呢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V6的话呢 是下一代的 啊下一代的 啊 应该说在未来的几年 有可能我们会看到他的一些新的动态 并且呢应该说 V6在未来一个一定会带来非常 非常可光的一个市场和商机的 现在很多厂家都在 都在 都在这个 啊把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啊 的这个持续火热 啊像这个展上的一些设备 IPD这个像一些 这种这种移动的数字设备啊等等 要加入互联网的话呢 他肯定有IP地址的 对不对 那么V4地址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啊 所以我们提出来一个V6的 啊这种地址 它的地址长度是128的 那么IPV4呢 也就是现在我们讨论这个版 讨论这个版本呢 是32位的啊 这个位置的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 一个表示方式 所以我们说IPV6 在未来期望的IPV6以后呢 啊非常夸张的说 这个地址上每一粒仨子都有一个IP地址 对吧 所以它能够适应 未来的一个这种 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发展 当然目前我们还是主要是以V4为主 好首先 一个IP地址呢是 在我们的一个TCPIP网络单中 任何一个通信节点啊 必须具备的一个标识符 一个地址啊这个地址除了用来巡视以外 还有一些 像这个在网络单中做一些标识的一些用途等等啊 那么它是一个32位的例子 也就是换上这二进制以后的话呢 一共是32位的长度 对吧 好 那么是 在我们常见的那种方式的话呢 是采用点分实进制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点 比如说192.16 8.10.1 对吧 用点号 分隔我们的实进制数 点分实进制 的方式来表示的 表示的 那么作为这种方式的话呢应该说是我们作为人来说比较好记得一种 啊 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计算机 他不识别 什么叫192.168的对吧 计算机不能识别 实进制的对吧 计算机 应该说 只能识别二进制 对吧 二进制 所以这个时候在很多场合底下 我们去 计算IP地址 或者说计算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 去做一些相关计算的时候 常常会把 IP地址换算成二进制 去走 明白 那么这里 就要掌握一个 实进制数 到二进制的 转换 实进制 到二进制的转换 那么这个我们是希望大家 这一项基本的技能要有 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去 走 那么我们这也不详细去介绍 那么 像我们在实进制的讨论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个 10 百 千 对吧 好 那么在 这个 如果你比如说有一个 3621 这个数字 那么就是千位是3 对吧 百位是6 十位是2 个位是1 对吧 这个数字就表示出来 那么其实上的话呢 像个是百千 这个东西 应该说 是另外一种形式在体现的 个位的话呢 其实是10的0次方 10位的话呢 是10的1次方 百位呢 10的2次方 对吧 千位呢 是10的3次方 对不对 这么去走的 高位 越高位的话呢 他的次方的这个 这个计算就 就越高一点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面就填空 那一个神之数拿了以后去填空 那么二进制的话呢 二进制数的表达方式应该是类似的 对吧 2的0次方 因为是二进制嘛 所以他基数是2 对不对 神进制数基数是10 到了9以后的话呢 就就进位 对吧 但是二进制呢 是 从0开始 对吧0 然后呢 到1 对吧 但是他不会出现2 到了2以后的话就要进位了 变成10 对不对 然后再往下11 再往下100 对不对 这样去方式去走 所以他呢 他的这个低位是什么 2的0次方 然后呢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2的4次方 对不对 而我们的ip地址呢又是由4个8位组构成的 192这是4个8位组对吧8个8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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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8位组8位组 一共是由4个8位组 明白 所以呢我们是一共 是进行到什么 5次方 2的6次方 2的7次方 2的8次方 对吧 一共这么排列的 所以你随便拿了一个数 比如说192 那么就是在里面去填空 跟这个神之数是一样的 去填空就好了 这个是底层的计算方式 当然我们现在不肯定用这么 这么这个傻瓜的方式去计算 我们是有一个 用用二去除求鱼的方式 大家自己应该都知道的 好我们再往下去讲 所以其实 作为IP地址来说的话呢我们说它是一个32位的长度 一个IP4地址是一个32位的长度 那么也就意味着呢 全球我们有2的32位 2的32次方 这么多个 IP 对吧 那么它的范围当然 如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话呢 是0.0.0一直到什么25.25.25 对不对不断的去递增吗是不是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 首先 如果是没有任何的管理 或者说没有任何的是这种 这种控制的话 那么 如果是 这种方式下去的话呢 随着英特网的飞速 发展 那么 IP地址早就变得不可控 和凌乱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发生 我们对 IP的这个空间 IP的地址空间 我们进行了一个 这个 划分 划分成五个类别 五个类别 分别叫做 ABCDE 类 五个类别 相当于我们就是把这个 把一长串的这个 整个IP地址空间把它切成五块 切成五块 明白 那么每一块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空间了吗 就有一个范围了吗 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去根据需要 去每一块里面去拿 明白 比如说 把这一块 这一块分给中国 对吧 这一块呢是美国占掉了等等类似这样的方式去分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相对来说更可控一点 那么 我们分五类 那么 作为E类的话呢 是 这个 保留做科学研究使用的 就不去探讨了 那么D类的话呢是用于主播 主播 我们至于什么是主播的 前面 上次课我们讲过 他的这个 区间 是这 是 是这个 然后呢 ABC三类的话 就可以用来作为 分配给我们的互联网用户 去 使用的 去使用的 当然这个分配的话呢 是由相应的这个服务提供商 来进行分配的 那么如果你要上英特网 那么你就必须得具有一个合法的公有IP 才能上网对吧 那么一般情况下你需要向 服务提供商比如说电信啊比如说其实相关的单位去申请地址 明白 也就说实际上真正的我们在用的实际上就是ABC三类 三类地址 A类地址呢区间是1到126 那么B的地址呢是128的191 好 C的地址呢是192的233 这个 这个范围 我们所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是我们说的是第一个八位组 第一个八位组 这个 第一个八位组的 这个范围 明白 你比如说如果是你是126开头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什么 A类地址 你是一个191开头的 那么你就是一个B类地址 明白 那么这个范围怎么来的呢 范围怎么来的呢 范围是什么 根据你看 如果我们强制 将最高位 这个位 强制性的变为0 然后呢 其实上就是什么 0 0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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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吧 然后呢 0000001000010 对不对 不常 不仅能去递增 知道变成什么 知道变成01111 对吧 那么这个区间呢就是 1 1到126 那么B的地址呢 就是前两位 固定为10 C的地址呢 前前三位固定为110 对吧 D的地址呢 前四位固定为1110 那么采用这种方式去 去这个设置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一个区间 一个地区段 所以呢将IP地址进行分类 分类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的IP就显得更有层次化一些 这是类别 根据根据这个 跟着这个类别呢 一块 又出来一个 这个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网络部分和 主机部分 那么什么叫网络部分什么叫主机部分呢 我们说了 一个IP地址 1920168 168.1.1 那么这是一个IP地址 这一个IP地址呢 实际上的话呢 它是包含两部分信息的 一部分是这个IP 也就是说这个 IP所对应的什么 比如说这个主机 分配给这个主机 也就是说这个IP地址 所处的 所处的这个网络 它的一个标识 再一个呢就是 这台PC本身 它自己的标识 明白 一个是范围 一个是点 理解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举个例子 啊我们斯伯 上海斯伯的地址是 上海市 对吧 中山西路 啊不对 这个我们写过 上海市的 徐汇区 对吧 中山西路 2281号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完整的地址吧 对吧 你如果是 给全国全中国的任何一个人你讲这个地址没有人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址 通过这个地址你发动快线过去一定可以找到这个地址 一定可以找到这个 找到上海市播 明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里面实际上包含两部分信息 我们把它 一分为二 这里 一切 那么切完以后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 范围 你这个网络的范围 另外一个呢 是节点 明白 他有什么用呢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从广州 我从广州 我要发一个这个 我要发一个快递 到上海 比如说你们在广州发快递到上海 送这个 要送我一点东西吃 那么你发快递的时候你快递地址一定填的是什么 填的是上海是 徐汇区 中山西路2981号 啊 斯伯 租这个租赛 收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址作为快递员拿到也就是说在 这个路由这个层面啊 路由是寻止的意思 那么在快递这个层面 快递会不会去关系什么关心这个什么中山西路2981号 不关心 完全不关心对不对 在 城市之间 快递只关心什么 只关心 上海市 徐汇区 明白 也就是说 实际上在第一层 第一层查找的时候我只关心上海市 理解 有先把数据 我先把这个快递 送到上海市徐汇区再说 到了上海市徐汇区以后呢 我再去找中山西路2981号 这个 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个地方以后呢我再去找什么 四伯 对吧 到四伯以后再再去把东西给 给那个 给这个 诸子 是不是 明白 所以 对于一个IP地址来说 同样的 一个IP地址同样有包含两 部分 一部分是 这个IP所属的网络号 明白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IP所属 这个IP 他的一个 主机 主机号 主机部分 理解 所以IP地址呢是有这两方面概念在里面 好 那么我们有一个默认的一个约定 如果对于A类地址 这个地址如果是A类地址 那么 他的第1个八位主 代表的是网 网络 后面这三个 八位主呢 是主机部分 明白 这部分是网络部分 这部分是主机部分 理解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向运营商申请到一个 比如说 10点 这个 0.0.0.0 这个地址 他是一个A类子对不对 那么这一部分是网络位 这一部分是主机位吧 对不对 那么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搞了一个这样的地址的话呢 你就发达了为什么呢 因为你得到是一个什么 你得到的是一个 2的 这里面多少个 3824 24 四方这么多个IP地址 明白 理解吗 所以A类地址呢 每一个A类地址 他所包含的主机位是大的惊人的 理解 当然很可惜的是A类地址呢 都被老美用关了老美就非常奢侈一个一个一个公司 一个学校还搞一个A类地址 对吧 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A类地址呢 他这个本身A类地址的 这个网络号 比较少 但是呢 每一个A类地址对应的网络号呢 他包含的主机数量是分量庞大的 理解 那么B类地址呢 相比于A类地址 他的 前两个八位主 是代表网络部分 后面两个八位主代表是主机部分 应该 你看得出来 在 B类啊 在整个IP地址空间的单中 B类地址比A类地址要多一些 并且呢 每一个B类地址的网络号 对他的这个主机部分要相对比A类地址少一些 那么就可能适用一些 中型的企业 啊 那么C类地址呢 更少了 C类地址呢 对于网络号来说它是有很多的 很多个C类地址 C类的网络号 对不对但是呢 每一个网络对应的这个 主机 更少了 二的八四方 对吧这么这么一点 也就是多少 也就是255个 对吧255个 当然有些地址是不能用的 最后可能能用的是这254个 啊 所以如果你作为一个小型的机构 那么你可能只需要一个C的地址就够了 一个C的地址包含什么254个 可用IP 对吧 好地列我们就不说了啊 地列和一列我们就不说了 啊 这是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的概念 明白 好所以 网络部分 啊 为什么一个IPT只有两个部分呢 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寻止的时候 寻止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路由器来说他只关心 这个网络 明白 他只负责把数据包送到网络 送到某一个送到目标网络 那么到了目标网络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明白 那么就是你们自己Lan单中去通信了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 需要有Mac 理解 需要有卖个例子 所以当 这个这里有个数据包发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包 发到我的网关 那么他的目标IP地址是 2.1 对于他来说 他不关心点 他只关心的 只关心把这个数据先给他送到 1920168.2.0 那么这个2.0的话呢就是什么 就是代表了这个网络 明白 他就说这个他就什么 他说这个网络的一个 网络号 2.1呢只是一个主机而已 明白 那点1 点2 点3 点4 这都是主机 明白 所以真正路由器关心的就只有这个网络号 好 好那么这里有些习题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类别跟 我们的这个网的关系 像这个地址 因为什么 看我们看第一个八位组 是10对吧 而10呢 是在这个区间方面的 对吧 所以呢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这个 A类地址 A类地址呢 我们要规定 第1个 8位组 是代表了网络 对吧代表的网络号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IP地址 他的网号就多少 就是 10.0.0.0 明白 然后所谓的网络号呢 就是网络位 保持不变 但是呢把所有的主机部分把它变成全零 这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这个IP地址 他的 网他所属的 网络的网络号 至于 这个host IP 这里应该写错了 就是 2.1.1 2.101 明白 好 那么第2个 128 他是什么 他是在 币类的空间里面的 所以他这个币的地址 而币的地址呢 前面两个八位组 前面两个八位组是代表是网络部分 后面是什么 主机部分 所以呢 他的网络号多少 网络号是 这部分保留 这部分为0 对不对 好 所以他就是什么 128.63.0 这是什么 这个主机所属的网络的网络号 明白 好 点2 点100 这是他的 主机号 好下面三个例子呢 大家自己去做一下 相信大家是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那么当然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地址没有涉及到的 你比如说 如果是0.0.0呢 这个地址没有在里面体现出来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这个 126 128 中间有个127呢 对不对 127 这个地址段呢 是用来作为我们 本地的这个回环 回环测试去使用的 你比如说 我们 如果是 在我们就聘一个127.0.0.0.1的时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聘的是谁 聘的是我们自己 明白 聘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这种方式的一般可以用来验证我们本地的这个TCPH协议处安装的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好 那 像这个127的话呢就作为127和点零啊 这几个 这个这个地址的话 你变 就变成了这个 啊 我们保留做特殊用途的 比如说127 用来做回环测试的 明白 这里有一些特殊情况给大家去做些讲解 那么 通信类型的话呢再来回顾一下我们有三种类型 第1个是单波 啊 单波很好理解啊 就是 我a 发送一个数据包给b 点对点的传输就是单波 那么广播什么意思呢 广播就是 前面还记得我们有个广播剧的概念吗 大家还记得吗 对不对 好 广播主的就是在这个网络单中 广播其实有分好 分好几种啊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来讲 那么就是 我相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在一个教室里面 我在一个教室里面 那么可能我站在讲来上面讲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同一个教室的所有人都要收到这个 广播包 明白 广播真 理解 当然这个广播能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广播是有范围的 那么这叫广播 换句话来说 每一台这个网络单中的每一台PC都要去收了这个广播 并且都要去处理 即使有一些PC可能并不需要这个广播包 广播 那么主播呢 主播呢就是你广播是一对多的关系对吧 主播呢实际上也是一对多的关系 那广播呢 是你只要进来了 你就得听不管你愿不愿意 而主播呢 不一样的 主播是当你比如说如果你不需要这个 你这个网络底下没有PC需要这个这个这个 主播的流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给过漏掉 或者是通过某种方式 将来给这个 采减掉 所以主播也是一对一的关系 但是呢这种关系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定制化的 我们就不想太多 这是这是这是这种方式我们主要了解广播这个单播和广播 那么 对于 了解了前面两种方式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 IP地址的话呢我们又有另外另外那种 华分 像这个 网络地址 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一个IP所属的网络号 或者说我们所说 这个叫的叫什么网络号 那么网络号呢代表就是一个网 一个网络明白 比如说192.168 1.0 这就是一个网络号 那么1.0里面可能有很多PC比如说192.168 1.1 1.2 1.3 那么他们都是属于我这个网络号里面的一个节点 那么一个网络他的网络号怎么体现呢 就是 把他的网络位 保持 但是呢 把他的主机部分 制为全零 有每个主机位 为全零 那么就得到了他的一个 这个网络的网络号 明白 那么 相对 网络地址 那么广播地址呢 因为说 网络地址就是把主机 部分 变成全零对吧 广播地址呢 就是把 主机部分变成全腰 明白 比如说 这个网络 192.168 1.0就是一个网络号 对不对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c的地址 对不对 c的地址的话呢 前面三个八倍主他什么 他是网络部分 后面一个八倍主他是主机部分对吧 所以主机部分为0 然后呢这里得到一个什么 那个网络号 明白 主机部分如果全腰呢 得到什么得到一个 1.25 明白 全腰吗 八个腰吗 这255吗 全腰25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广播地址 明白 那么 如果我内网有台pc 比如说192.168.1.1 这台pc 向这个地址 向这个广播地址 发送一个数据包的时候 全网的人都会 都会收到 明白 全网的人都会收到 都要处理 那么这就是广播地址的概念 所以广播地址呢 虽然说前面说了他会造成一定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影响 但是他会在某种场合上是有需要 是需要 被我们去考虑的 需要被我们去考虑的 那么在 0和25之间的 剩余的地址就要做什么 就要做主机地址 明白 主机地址 那么所以 抛开0和1 0和25呢 这两个地址是不允许分配给任何一台主机的 原则上 原则上是不允许的 明白 那么只有这之间的 只有这之间的一个 这个 区间 才可以用来分配给主机用 明白 所以 实际上的话呢 像你比如说192 168点1.0 这个网络号 那么抛开点0和点255 不能用以外 剩下来只有254 254个地址可以让你去用 对吧 这是一个C的地址 好 那么这是Ivd的类型 我们再来再来晚下去讲 晚下去讲 那么 考虑一个考虑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前面说了 对于一个A类地址来说 如果你购买到一个A类地址 那么假设是10.0.0.0 对吧 这是个A类地址 A类地址前面说了 这部分是网络部分 对吧 这部分是主机部分 明白 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你真正可控的 可以去分配给主机用的 理解 而这部分呢是你申请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想想看 这里是有多少个IP 一个 实际之数就是一个8位组对不对 8个位8个位8个位一共是什么 2的24次方这么多个IP地址 非常庞大 那么你想看我们前面说了 一个 这个大的网络他有个标示符就是10.0.0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有什么 10.0.0.1 一直到什么 10.255.255.254吧 对不对 0.255是不能用的 这个网络号 所以呢我们有这么多个IP地址 并且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网络的 换句话来说 这个网络当中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个主机 那么我们想象一下这种情况 假设 这一部分主机上班 高峰期的时候大家一起开机 然后所有人 那个发广播包来请求网关的 这个发IP广播来请求网关的 请求大家之间的 这个网络不就封掉了吗 对不对 而且呢 非常的浪费 你想想看 我一申请到一个一个这个A列地址 这么多个主机 非常浪费 我这么多个主机呢 这个网络这么庞大 我又只能够分给一个网段 或者说一个网络机用 非常的浪费 对吧 这个比买买买买什么奢侈品啊买什么LV还要 还要浪费对不对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就需要进行质网号分 明白 你比如说这个例子 172016这是个B的例子对不对 那么他有这个地址有多少个可用主机啊 2的 多少 18次方减2吧对不对 为什么减2 减掉一个广播地址减了一个网络地址 这么多个可用IP 可用IP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这么多个IP地址 如果分配同分配给同样一个网络 太浪费了 对吧 那么我们通过某种方式 你看 之前我是属于同一个网络 叫 172016点 0.0 对吧 但是呢 我们通过某种机制 将这个大的网络 将他切成块 一块两块三块 得到怎么 得到一部分的 值网 明白 值网 那么比如说 172016点 3.0 4.0 1.0 2.0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2341 这就是 值网号 明白 但是他们都属于172016点 0.0 这个大的网络的 是他的一个 值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我们把原来的一个大的广播域 将他隔离成什么 隔离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可以限定广播流量的 范围范围 再一个呢 我们使得 一个大的地质空间 可以更加弹性 更加灵活的去分配 不会造成地质的浪费 明白 所以他的好处是 实在太多了 非常多 那么 到底怎么来划分值网 这个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研码 粉末登场 所谓的研码 叫做net mask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好用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没有研码的话呢 我们现在网络不知道是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那么所谓研码的话呢 就是这样一个呈现方式 你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网卡 对吧 这是我的研码 对吧 那么这个研码 一般情况下跟我们的 一个IPV4的地址 一般是成对出现的 也就是说有IP的地方 往往都会有 不一定 不是绝对 往往都会有我们的研码 那么他俩一般是共同作用的 理解吗 什么是共同作用 我们前面说了 一个IP地址 它包含两部分的信息 一部分是网络 网络号 对吧 一部分是主机号 那么 我怎么知道 哪一部分是网络号 哪一部分是主机号呢 那么前面说了 我们说了根据类别可以看得出来 A类地址 第一个八卫组是网络号 对吧 B的地址 第1 2个八卫组是网络号 C的地址呢 前三个 八卫组是网络号 对吧 那么 这是默认的方式 这是 根据类别 默认的 这个 网络号 主机号的这种 这种分割方式 但是呢 我们使用了研码以后 就可以进行 紫网划分 紫网划分 可变上紫网码 根本 操作的方式是使用研码的进行操作 你看 像这个 172.16 10 0 那么这个IP地址 如果我配上 255.255.255.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研码 实际上跟我们IP地址在共同作用的时候呢 都要被翻译成二进制区匹配 明白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它 变成二进制数 一长串 32个位 再把研码 变成二进制数 32个位 然后呢 一位一位的去对应 去匹配 我们的研码的话呢 再从二进制的角度来看 它是有一堆的一 连续的一 和连续的零来构成的 理解 跟我们的IP地址的话呢 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我们做一个 雨的印算 明白 这个雨的印算 换句话来说 我一位的啊 我研码是一位的部分 你这个位保留 是零位的部分的话呢 全被变成零 全变成零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 在研码部分 在研码来看的话呢 一和零的交界处 画一根分割线下来 那么分割线左端的 这个IP地址 这些位的话呢 就是我的网络部分 右端就是我的主题部分 明白 所以简单的一句话 我的研码 是由 二进制的 一堆的一 连续的一 和连续的零来构成的 那么这个一和零的交界部分 就是 他对应到我的这个IP地址单中 那么这个IP地址左边 就是网络位 右边就是主题位 明白 好 这就是职网银码 然后呢 这点明确了以后呢 注意 这根线呢 是可以移动的 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那么一旦他前后移动以后啊 这个 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有趣的地方就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 默认情况下的一个地址 你看 172.16 啊 这里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0 172.16.0.0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要对这个 172.16 点0.0 这一个B的地址进行 子网的 华分 进行子网的华分 怎么来华分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种表示方式啊 我们前面说了 像172.16 点0.0 点0.0 后面呢跟上 255.255 0.0 那么这种表示方式呢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 像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研码的话呢跟IP地址是陈类出现的 那么这个研码255的地址是8个1 8个1对吧 然后就是0 那么当中这个界限的话呢对应的IP地址 这一部分是网络 这一部分是主机位 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所以呢 作为一个B的地址来说 他的默认的研码就是25.25.0.0 当然这种表示方式可能学习来比较累人一点 比较累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什么 前缀长度的这种方式 172.16-16位 什么的-16位 -16位指的就是什么 我的研码的 那个1 研码的1位 二金字的1位的长度 你比如说如果是25.25.0.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 这个R5实际上是8个1对吧 这边呢也是8个1对不对 所以他长度是什么8加8的16 明白 那么-16位 那么这个是什么 如果是19 有2.168 168点 1.0 这是一个C的地址 那么C的地址的话呢 他的默认的研码多少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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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对不对 这个线在这里吧 是不是 线在这里 那么左边是网络位 右边是主机位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写什么 写什么 因为就是 三个R5 3824 24位 所以这个是用来表示研码的长度 也码长度的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这一个地址来说 那么他的网络号多少 多少 把这个-16位写成了吗 点0.0吧 对不对 网络号是这样一来 他的网络号就是什么 172.16.0.0 对不对 那么他有多少个可用IP地址呢 你看 首先是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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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呢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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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1 对吧 000000 这个10 然后11一直不停的变 直到什么 直到变成全腰 对不对 所以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一共有2的16四方个IP地址 明白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8 这里有8 对吧 264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 对这个庞大的网络 这一个 庞大的网络 将他进行 子网划分 划分成两大块 变成两个子网 使得我们可以分配给两个网 怎么办呢 看一下 你看 默认情况下 我的这个 研码 这个分隔现在这里吧 对不对 那么我能往 我把右边移吗 你看 我们往右边去移 这叫什么 我们向 主机位 去借位 理解 相当于我们把网络位的长度给他拓宽了一位 就一位 那么拓宽了一位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来看一下 拓宽了一位 等于说 研研码的那根线呢 我们把它向右移了一位 向右移了一位 对吧 研码的话呢 本身之前是255.255.0吧 对不对 他向右移了一位变成什么呢 研码变什么 研码变成了1000000 这边是7个0 对不对 7个0 这是什么 这是128 明白 所以呢我的研码变成了 三两个255.128.0了 这是我的研码 明白 他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告诉我们这根线 移了一位 这根分隔线 而分隔线的左端是网络位 右端是 主机位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产生了这一位 以后呢 这一位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这一位呢 他就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子网 明白 一个呢是把它变成零 一个把它变成一 理解 所以呢这样一旦 这样移动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了两个子网 一个是172.16的0.0 为什么 你看我们这样一分隔以后 把这边的所有的位全面的零吗 因为我们网络号 就是主机部分全为零吗 对不对 所以呢 172.16的零零零零零 研码呢 是 三两个25点 128.0 明白 这是我得到的第1个子网 那么我得到第2个子网就是 这个子网的位 变成一 明白 那么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 172.16 128 点零 为什么是128呢 因为 这是 128 对吧 64 32 16 8 421 这一位置一了 所以网络号是128 对吧 研码也是128 对不对 为什么研码的长度这里是1吗 明白 所以 进一步的这样的去推算以后呢 我们相当于把原来的一个大的172.16.0.0的网络 那么另外一部分是这个 明白 所以得到了两个子网 那么每一个子网 各自可用的IP地址是多少 你看 像这个 你看 这个线大家要牢牢记住 这个线的右端就是我们的主机位了 就是我们新的 网的主机位 明白 所以第1个子网来说 他的你的你的主机位就可以从 0 从0.000000一直变的吗 变成 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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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群要对吧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你就什么 172.16.0.1一直到172.172.16.17 127.25 4 明白 要是什么 怎么来了 你看 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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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加一下看是不是127 加上看是不是127 就是127 那么下面那个子网的话呢 他的区间 他的区间就类似了 区间类似 好所以用这种方式呢 大家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 我们的所谓的这个 VLSM 子网划分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就是去移动 我们那根线 这个线一旦移的移动了以后呢 我们的子网就出来了 子网出来以后 野马要跟着变 明白 野马要跟着变 所以再来看一个例子 看个例子 这个 大家注意一下 在野马 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来表示 当然你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 用杠多少 杠多少位 大家思考一下杠多少位 我原来这个是杠16位吧 对不对 然后呢我这项午向我的主机位借了一位吧 变成了什么 杠17位吧 对不对 杠17位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如果是172.16.0.0 我用了一个杠18位的长度的这种野马 那么 请问 请问这个 网里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来看一下 怎么样一个思路呢 首先我们把它我们把它演变一下哈 这个实际上就是 来 172.16.0.0 杠18位 那么这杠18位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是25.25 对吧 点多少 18 19 192吧 对不对 那么 怎么来考虑呢 怎么来考虑呢 我们 分别将 这两个家伙 写成 二斤之数 然后呢 一一对应 因为 25 这个是 八位组是全腰 对吧 这个呢 八位组也是全腰 对吧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不写了 明白 所以172.16 这个是25 我们就不写了 二斤子我就不写了 那是全腰 所以这部分一定是网号没有错 那么这个 12345678 12345678 对吧 后面两个八位组 我们把它写成了二斤子 那么研码呢 192 是什么 是11 00000 对不对 后面呢 是12345678 对不对 所以 将ip 跟我的研码一块写完以后 那么一一对应嘛 对不对 我 这个研码部分 1和0的这个 这个分割线出来了 明白 分割线出来了 对吧 而 我172.16 这是一个逼的地址吧 对不对 逼的地址正常的一个 默认的一个情况是什么 前面这两个是一个什么 是网络号 右边是什么 主机号 相当于我现在 我通过调整研码以后 我向我的主机位借了两位吧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是我的 死网号 明白 所以呢 这两个位我就可以去 我就可以去灵活的调整 明白怎么调整法你看 首先 我这个 如果是 00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得到第一个字网 对吧 我们写到这来 如果是00的话呢 得到第一个字网是什么 是172.16 0.0 对吧 那么第二个字网呢 第2个字网是0 对吧 012 错了 这个 10吧 对不对 那么10 这个网络号多少 172.16 多少 128.0 对不对 那么再往下是11 对吧 那么是多少 我不对 这个 这个我们说错了 说错了 应该是 018 0 对吧 172.16 多少 64 0 吧 是不是 那么再往下是10吧 再加个1吗 加个1 进位吗 对不对 172.16 6点多少 64 128 对吧 128.0 然后呢还可以什么 11 对不对 172.168 再加个64 192 所以呢我们得到了4个字网 4个字网 明白 就可以分原来是一个大的网络就可以把它分成4份 可以分配给4个网络网络去用 理解 所以通过向我们的主机 主机位去借了位 就可以得到4个字网 那么每个字网他的可用IP地址多少呢 实际上我们是有简便的方法就算了 你看 首先第1个 我们去 像 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这个主机位借了2位对吧 那么借了2位以后我得到4个字网实际上是2的多少 2的二次方吧 4 对不对 个字网 那么每一个字网 每个字网 有多少个可用IP呢怎么算 就看剩余的 主机位有多长吧 对不对 啊 甚至于多少 是这个 16减去2014吗 对不对 014吗 所以就是 2的 14次方 但是呢 你还要减去什么 减去两个 不可用的IP 一个是网络号 一个是一个是广播号 对吧 所以剩余的这个就是我们 每一个字网里面 可用的 主机数量吧 对不对 能理解有意思吗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一个公式 什么公式呢 你将一个大的网络 进行字网 合分的时候如果你像主机位 借了m位 那么你将得到2的m次方个 子网 明白 而剩余的n位假设剩余的主机位为n 那么你的可用的 可用的这个主机的这个数量是2的n次方减2个 理解 这是一个公式 大家可以记一下 所以我们应该来说 讲的还是比较细致了 希望大家 都能够通过这个例子能搞懂 所以其实 应该说我们的方法还是很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个步骤 第1个 判判断我们的类别 比如说 你172.16.0.0 你是一个逼的地址 逼的地址的话呢 你的这个 野马 默认的手势在这 对吧 然后呢 变更野马 找子网 你是18位的 你原来是16位的 你现在是18位 相当于你向右移了两个位 对不对 你向右移了两个位的话呢 这两位 实际上是我的 子网号了吗 对不对 网号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得到的是2的2次方个 等于4个子网 对吧 然后呢 2的14 减2个 主机 每一个子网对不对 每个子网 每次网 理解 啊 那么子网号的话呢 很简单 就是 把 这个主机位全零 得到子网号 主机位全腰 得到广播号 中间那个 就是我的主机段 所以应该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默认的研码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我是 18位相当于我在这个八位组 我记了两位吧 对不对 那么我只要把中间这个八位子解出来就行了 这个右边是零不用管 对吧 那么 16变成18 记了两位 对不对 就两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得到 什么 比如说00 这是第1个子网 对吧因为这个是子网号码 01第2个子网10第3个子网11第4个子网对不对 明白这是子网号这是主机号对吧 所以第1个子网是00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172.16 点0.0 明白 那么他的研码长度是多少 是-18位的 那么 可用的IPD值多少 啊 你看 先看网络号吧 网络号是 这个网络号对吧 那么广播号呢 广播号就是全腰 就是这个全腰 对吧 然后这个是255吧 这个也是255 对 那么算下多少 算下多少 这个大家就自己算了 那么这个单中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可用主机 明白 可以用主机 好那么 大家把这个例子 啊我们自己来做一下 你来做一下 好 好 这个例子呢 我们希望大家自己一定要去试团和消化一下啊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 这个很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啊 比较重要的 那么我们给大家来 再来再来演示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如果是之前没有任何这种二进制的这种转换经验的话呢 可能会理解起来会有一定难度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应该说 如果多链的话呢 应该来说问题不大的啊 192.168.1.0-28位 对吧 那么我们看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c类地址 对吧 这是一个c类地址 那么它是一个c类地址的话呢 它的研码长度应该是 默认的是24吧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变成28 相当于你像什么 相当于你像我的 这个 第三个八位主啊不对 第四个八位主啊 第四个八位主 借了多少位啊 借了四位吧 对不对 那么你应该得到二的四次方应该得到八个子网 对不对 那么每个子网有多好 每个子网有二的 四次方减二个可用ip 对不对 我们来算一下 192.168.1.0 这个时候 因为我是-28位的 所以我实际上我是对这个 八位主进行了词网划分 对吧 那么我们实际上只要把这个八位主写成8 写成这个二定字句可以的把数点 12345678 而默认的时候 野马是在这里的啊 默认的野马在这里 那么你变成28 相当于你像你这根线相有移到四位 对吧 移到四位 那么这个时候 这里就是什么 子网号 明白 这部分呢 主机 对不对 理解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子网 第一个子网是 0000 对吧 然后呢 那么他的子网号就是 192.168 18点 0.0 0.0 对吧 然后呢 -28 这是他的网络号 对不对 这是他的网络号 那么 他的这个 广播号呢 广播号是多少 是 00 然后呢 1111 对吧 那么这是多少 啊 这是 这个 我算一下看 这个我的数学不是特别好啊 3 这个 3 7 应该是15吧 对不对 15吧 这个是广播地址 明白 广播地址 好 然后呢 这是第1个子网 那么剩下来的话呢 啊 我们还是写好吧 因为可能有些人 有同学可能不是特别 0 不对 点1哈 这里写错了 那是点1 啊 用前面三个包围只是固定不变的 点15 8 刚28 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广播地址这是我的网络号 那么 在这个区间内 我点1 点2 点3点4 点5点6点7点8一直到点14都是我的可用地址 明白 都是我的可用地址 所以这是我的第1个字网 这是我的网络号 这是我的广播号 明白 第1个 来看第2个 0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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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第2个字网 那么它是 192.168点多少 1点 16吧 对不对 -28 这是我的网络号 然后呢 把它变成全11111 就得了什么 192.168点1点 多少 31吧 对吧 刚刚是吧 好那么这是广播号 那么这是第2个字网的范围 那么依此类推 明白 依此类推我们就可以得到得到一共到得到8个字网 每个字网的话你都可以这么去算出来 所以这就是 我们给了 这个4例子一旦给他用了20-28位 长度的这个研码以后得出来的 一个结果 一个结果 明白 所以算法就是这样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还有这个 简便算法 还有简便算法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刚那种算法呢 只是帮大家去理解 然后算法还是减 还是有这个 还是有简便方式的 那么方式的话呢很简单的 比如说 你是 这个 28位的对吧 28位的研码实际上是多少 255点255点255点多少 240吧 240 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你看240的话呢实际上是 前面4位 对吧 前面4位置一了 这个8位主的前4位置那么剩下来4位不就是 啊 不就是我们主机部分了吗 对不对 主机部分了 那么如果我用 这个 我用这个256 我去减去这个240 256什么256就是就是那个 全腰吗 对吧 全腰加上一个全零一共是256个地址 减去240 到了一个16 那么16的话呢不就是我主机 这个 主机这个快的大小吗 对 我们的block 这个快的大小 明白 也就是说我一个单位我一个子网单位 我是16 是是是16个 16个里面包含什么包含我的可用主机 以及我一个网号和一个 广播号 明白 所以我一个快是 16的 相当于说什么 相当于我1920168 点1.0 我将划分了 单位是16的 这么 这么多个快 明白 一个快是16的 你跟我这么多个一个8个 明白 8个 理解 我们只要简单的用256 用256去减去这个野马 去减他 就得到这个快大小 明白 那么有了快大小小怎么用呢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192.168.1.0 -28 明白 这是第2个子网 那么 192.168.1.32 再加个168.0 28 是第3个子网 明白 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到8个 8个 明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子网 这是我的这个子网的网络号 对吧 那么 我的这个子网的网络号 17一直到下一个子网的网络号 之前的那个 啊 你比如说 像这个 我 这个子网是点16的对吧 点16 注意点16这是一个网络号不是一个IP地址 是一个网号不是一个可用IP 那么这个网络号呢 他所对应的网络他的广播地址 广播地址 很简单 只要用下一个子网号减1就可以吧 31吗 明白 那么16和31之间的 从17一直到30 就是我的可用IP地址的范围了 理解 所以你这么快就算的话呢 这么这么就算的话呢 就非常快 非常快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快的一种计算方式 那么这里有些练习 大家自己去 思考一下 自己去思考一下 自己去思考一下 这个答案的话呢 我在下张胶片来放 啊 你们最好的话呢 是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呢 去 啊 去计算一下 去计算一下 好 那么 应该说 Vism 的话呢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探讨 希望 大家这个 理解起来不要太困难 那么当然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还是随时欢迎大家来做 我继续进一步的来这个 提问的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知识点关于IP地址的类别 这个类别的话呢 实际上跟我们前面说的ABCD类啊 不是同一个概念啊 不是同一个概念是另外一种 另外另外一种这种对IP地址的一种理解方式 IP地址的话呢 从全局来看我们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网IP 私有IP 那么什么是公网IP呢 全球最大的 TCPI网络 Internet 不用说 那么任何人 要连入到英特网 当中 他就必须得有一个合法的IP地址 明白 相当于你要用身份证你就办那个 去银行办业务 你用你的名字你是办不了业务的 为什么 国家就认身份证 身份证是一个全中国 全球全中国唯一的 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 ID 明白 那么你要 半夜务 你就得用身份证 我理解 那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 你既然是一个网民 你要上网就要一个公网IP 你想想看全 全球这么多个网 早就 突破了这个IP地址空间 对吧 那么这个是怎么办的为了防止 IPv4的空间 枯竭 耗尽 那么我们就提出来 这么样一个思路 我们把这个 IP地址的这个所有的空间单中 我们给他划分出 这么一小 这么一小 这么一小块 这么小块 那么这么一小块的话呢 你看我们从我们从A类地址里面划分出来一部分 B类地址划分出来一部分 C类地址划分出来一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的地址呢 相对于我们的公网IP它叫做私有IP 那么所谓的私有IP呢 就好比身份证 跟我们的这个人的名字是一个概念 你用你去银行办业务你要用公网IP 你用你的这个名字你办不了业务因为这是你的私有 私有地址 理解 所以呢 为了防止 或者说为了缓解 V4地址 耗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将 V4地址的空间 单中 划分出来一部分 作为私有地址去用 那么私有地址呢 是允许 全球的 用户 随意的 在我们的内网 内网或者说去给予网 我们的局予网当中 去使用的 并且它是一个 不能够 不允许你访问公网的一个 地址空间 能解有意思吗 换句话来说你在你自己家里用 你在你公司内部 你在你这个 在医院内部 在银行内部使用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有一天 你要上英特网 不行 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 他不认 理解 对方不认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私有地址 通过这种方式去 去去去推动的话呢 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 V4地址不够用的一种局面 有了私有地址以后 你看如果没有私有地址的话呢 V4地址早在 这个10年前就已经 完全耗尽 啊 明白这就是私有地址代表我们的好处 所以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私有地址的这个区间这个是我们要背下来的要记下来的 明白 那像我们一般在项目 实施的时候在元器网里面去用的时候一般就是用这么一个 区间 A类 B类 C类的 如果是一个大型的元器网那么就是 A类的地址 如果是用中型的元器网 如果是一个小型的网络 那么就是一个C类的地址 但是呢要注意一下 这是都是私有地址 换句话来说你只能在这个内网里面去用 你不能够出去英特网 明白 理解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 我们在这个网卡里面用的 你看这个 啊 我们这个地址 大家会发现 我是一个192168的 这里 192168对吧很眼熟 那么证明我这个PC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私有地址的一个啊 我的网卡是一个私有IP地址 那么有些人就很奇怪 注射你的网卡为什么是私有地址 你还能上网呢 啊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 这个CCNA 我们第五天的一个知识点 啊 你是私有地址 这里是公网 本来呢 默认情况下 不允许你们 不允许你出去的 明白 因为你们不认 因为他们不认 这个时候你要出去的时候就必须什么 必须做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 这个转换叫做NAT 是一个 是一个技术 NAT技术 明白 所以像现在我们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我们可以经常可以看到我们一般是用这个地址去走 对吧 但是你还能上公网 就是因为呢 你向电信申请一个管理网线路的时候 实际上 在你这个 出口入口器上 你的出口入口器是一个公网地址 你内网是一个私有地址 当你出上外网 上外网的时候呢 入口器 帮你做了一个地址转换 然后转换成一个公网 公网IP地址 然后你进去上网 明白 所以这个 这是我们 今天我们说的最后一个 就是 所以应该来说 今天这次课呢我们 知识点还是比较 多的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课后呢 一定要自己多花点时间去理解和笑话 那么最后的话呢还是 那个 也我们也希望非常希望大家进一步的通过这个 比如说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这个 这个微博.com 然后呢 一个斜杠 这个 来跟我做些互动 因为这个视频我们在推出以后的话呢 我是 应该说每一天都会有收到 这个网友或者 或者说我们私博的同学 发的一些建议 和一些这个想法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会 好像把这个视频 录在那个啊放在那个啊 他的这个 手机里面或者是一个 便携设备当中 在上班的图中去听 我个人觉得 这个合理的利用碎片时间去学点东西其实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 那么当然也是更加的 这个推动了我去做这个做好这个视频的一个动力 所以其实 那个 虽然说 录视频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让我个人 收到很多这样一些反馈以后的话呢 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的具有这个 很有成就感和 非常欣慰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帮到更多的同学 去理解 和更好的去进入到我们的网络工程行业单中来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个 BBS 来跟我们 做一些互动 bbs.sport.net OK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到这里结束 对 好 好 感谢观看